大家好,我是阿周 我是一位駐地盤助理土木工程師 受併於Binis 登尼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還是香港工程師學會的正式會員 從小到大,我都是住在深水埔區 還記得小小過游子園的時候 每同打工下雨,很多時都會遇到水浸 那時候就很想用自己的力量去解決這些水浸問題 所以立志就想成為一位土木工程師 之後我就在2017年 形成了香港科技大學的土木工程學師學位 畢業之後就加入了香港工程師學會 接受專業的培訓 而我也達成了我的理想 現在參與一項全港性的修復渠道工程 目的是修復已經服務了香港數十年的渠道 以免因為渠管老化,令渠道爆裂 造成大面積的污水環流 道路塌陷,堵塞交通,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 但是香港的路面街道閒閘 人煙囚問,地底的管道亦相當問責 傳統開畫,路面更換後本的造法 往往會阻礙路面交通和居民的生活 為修復渠道帶來巨大的挑戰 所以在工程設計及計劃方面 我們的工程團隊引入了先進的技術 務求令工程對周遭環境的影響減至最低 例如用先進的設備嵌拆渠道 用新引進的吸沖車清理渠道內的污能和雜跡物 以及用原位固化內層修復技術 可以在無需開坑的情況下修復渠道 利用紫外光將內層物料固化 在受損的主侯館內製造行保護網 完成之後由於新的渠館 解決香港面臨的渠武危機 舉個例子,遠遠在六個小時內 已經可以收徒大約長80米 即近近半米的渠館 附近住的居民由上班到下班時已經完成了 我想你也覺得很神奇 而我在這次項目中 參與了相關的工程設計、計劃、項目管理 物料質量控制、施工程序 對安全及環境考慮等等 事當中每一樣都是一環球一環的 務求令工程能夠在預期的預算、時間和質量下完成 近年香港各地區的水深問題都有很大的改善 都是傳染一班在背後努力不懈的工程師 而面對全球的氣候變化、惡劣的天氣頻繁出現 相對工程也變得更加重要 不過將來我都很希望有更多新一代的年輕人 可以加入香港工程師學會成為專業的工程師 希望大家能夠為香港甚至全世界 改建了一個美好的生活環境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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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